你又怎样看今次开会的意义在哪里呢 很大的反差 上当年那个瘋狼 特朗普 那个瘋狼就是说 他常常都要控制着华威尔做事 接着这次拜登就不同了 我尊重他的独立性 你搞定他 那不要搞我了 我想他都 根据他的字眼也是 就放手给华威尔搞那个通胀问题 我怀疑可能拜登不懂经济 所以不如你搞吧 那就由他搞了 我想大家都是去回那个叫做轨道 就是说我接近两次加0.5厘 看看到9月的时候还加不加呢 就是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消息 我想大家都会购买的 因为最近美股都是在做反弹案 我自己看有少少免疫于坏消息 就是可能有少少 你说关于中美有些叫做争拗 其实他都不会说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 所以我自己暂时都相对看好少少美股继续弹的 我自己都继续保持好仓 看看可以弹到多高 暂时我觉得还可以的 是有些人说因为可能就是选举 所以拜登可能想趁机撇除那个高通障 和自己的责任射出去 又或者出来说说说我有做事的 我真的有替大家着想的 你就说暂时都还看好美股的反弹 我引述大摩有一个看法 就说因为之前大摩也有准确预测过 今次美股的跌浪 就说最新有些比较专业的分析员出来 就说了 预计美股在今轮的反弹浪里面 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 什么原因呢 就是美国经济增长风险也是持续 我认为上星期的升市 最终都会被证实为 另一轮的熊市反弹 你自己怎么看 是不是都是指一个熊市的反弹 那这个一定是败的 你始终真的跌了这么多的时候 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就是你再看远一点 你其实想起上个月都知道了 已经怒到妈妈都不认得的时候 你都知道一定是熊市 就是如果你要这样演绎的话 那现在反弹上来的 那你看看可以弹到多高 因为始终你说高通账 那些完全都未解决 究竟现在是在炒滞账 你什么东西呢 那你都未完全解决的时候 那这个真的是大摩说得对的 就是看看弹到多高 所以其实来到这些位置 就是你说要买的 低位如果有入场当然好 就是捉到一个转角市的 那又买上去的 那我想可以继续运动 那你说如果低位没有买到 弹到这些位置才冲进去 你就真的好像大摩所说 你要留意究竟上升空间有多少 那你说其实如果你说标普的 可能42004300差不多到的时候 空间不算太大的 所以真的我反而反过来 我怕空间不算太大 让我大珠点买下去 千万不要这么做 真的细细住好了 因为你知道的 就是如果一个反转珠肚 其实是可以插得很快的 那记住这些继续摸上去的时候 不要想着 就是你已经被人迟了一步了 那变成你更加要省省点去下注 那看看可不可以叫做 取得了个尾彩 是